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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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早上 來到8月30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今天的ET開始直擊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國農政券研究部 投資經理方澤橋 為大家分析市況解答投資問題 早晨 昨晚美國最新的經濟數據 欠佳債息回落 美股是做好的 道指星期二升近300點 杨茜茜星期二百零二點 今日的期指結算日 大市由低位反彈接近1000點 究竟未來的走勢會上升和下跌 今天和大家探討一下 待會我們會詳細問Kelvin 當然 還有一些個別焦點股份 業績之後怎樣部署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有什麼個別股票研究 歡迎Whatsapp留言名 電話號碼133819 或是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講下你的名字和上文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外圍表現 美國經濟數據轉差 積積位空缺和消費信心都回落 減低了市場對於加息的預期 美匯和美債息都下跌 刺激到美股做好 科技股的領象大市 道指美市曾經升了304點 納指升幅最多達到1.9% 道指收市都還貼近全日高位 升292點 收報34852點 連升第三個交易日 納指升238點 補13943點 標指升64點 補4497點 投資者繼續等待即將公佈的PCE 密價指數和非農就業等的關鍵經濟數據 美匯指數日內由升轉跌 失手104關 日元走勢都逆轉 美國十年期國債息下市4.1% 看焦點美股 Tesla急升7.7% 收報257.18美元 NVIDIA升4% 收報4887.84美元 創作收市新高 蘋果公司定了9月12日舉行產品發佈會 股價升2% Meta和Google都升大約2% 接著看焦點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馬騰訊ADR自算部332.03元 被本港收市價升0.9% 阿里巴巴、美團、百度和京東都比港股升超過1% 阿里自算部92.03元 而匯豐控股ADR自算部59.96元 被本港收市價升2.5% 港間所升1% 比亞迪升1.8% 未來業績後跌超過3% 接著看看今早上外圍的市況 道指期貨暫時靠穩 34908點升21點 納指期貨都向好 至於亞太區股市 大致都向好 其中日本市升0.6%左右 日經平均指數32420點升193點 南韓市升0.7%左右 澳洲市升幅都差不多 升0.7% 新西蘭市在偏遠跌了大約0.2% 接著可以看看恒指黑企的情況 看看港股的初段 是否有機會繼續向上 看到黑企的表現 現在等一等 都應該是向好頸 等下港股有機會 都可以繼續向上 看看黑企上升200多點 先和Kevin談談外圍最新的情況 首先 昨晚美國也公佈了一些經濟數據 例如消費信心又跌了 即衛空缺都大幅縮減了 美國的長債室 看到都跌到4.1%來 美匯指數都回到103.3%的水平 好像都反映了市場對美國的加息預期 是降溫了 當然最重要是今個星期的週會前 還有幾個重磅數據會公佈 究竟會否都可以反映同樣的情況呢 我們又如何判斷 美股是否整股之後 現在又重新再展開升勢 看到星期四星期五 就會有兩個數據 剛才也提過 有ADP的就業數據 另一方面 PMI也會星期四星期五 就會公佈 預期新增的就業大概是18.7萬 其實上個月其實差不多這個數 變得其實新增積位仍然都會高於市場預期 上個月我記得新增積位出了之後 美股就有下跌的情況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在公佈了一些數據之後 美國對於加息的期望又會大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數據上也要小心 因為美國現在很多的PMI 甚至一些就業數據 是一些失業率 其實都是有利好的作用 通脹數據PCE 是的 其實那些數據上 其實都是比市場預期好 證明美國的經濟仍然保持強勁 所以鮑威也之前在 新年會也說過 也要維持目標 通脹去到2% 所以大家對於未來的減息 期望又會降低了 所以我相信美國還有機會 在未來的日子有機會繼續加息 在今年來說 減息 可能暫時大家都好像沒什麼在頭 還沒開始再討論 對 因為現在來說 經濟數據還是這麼強勁 所以還有大大一個減息的空間 在這裡 所以要目標去到2% 我想最少在11月的時候 有機會繼續加息 9月的加息機會 只不過大概25%左右 不過如果一些 例如剛才提到的PMI 一些就業數據 仍然保持強勁的話 真的有機會 那個機會率會繼續升運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不過在美股方面 我看到其實 納指昨天都升了超過接近200點 走勢是挺不錯的 亦都是有一個挺好的反彈 所以一些大型 好像剛才你提及的股票 例如FIDI或者Tesla 都可以繼續做好繼續上升 也要說一下焦點股份 因為剛才我們節目開始前 你也有說到昨晚在拼多多方面 有些斬獲 因為昨天拼多多有個業績出來了 股價衝了上去 因為我都聽到有斬獲 其實都是一個短炒的行為 其實拼多多是否適時的業績很滿意 你覺得股價都馬上衝了上來 其實都反應得七十八百 其實電商來說 我比較喜歡拼多多 大家對於拼多多 其實認識程度的可能就沒有 淘寶或者京東那麼深 不過大家都要留意著 它的增長反而是最高的 在這個這麼成熟的市場 你看到的 它第二季的收入大概是有五百二十二億左右 同比增長是66% 所以在一個這麼成熟和競爭這麼大的市場 其實還有一個高雙位數字的增長是非常罕見的 他們其實現在主打都是一些三四線城市 因為拼多多大家都知道是以便宜取勝的 對於淘寶 他們去到一二線的城市 或者是一些比較高檔的產品 但是拼多多其實主打是一些農村 一些鮮果的一些生活的產品 所以來說他們主打的市場 對他們的影響性不大 所以看到拼多今次的盈利 也叫做超出市場的預期 所以看到第二季 其實看到它的每股盈利大概1.24美元 所以看起來其實市場率也不是很貴的 大概是三十多四十倍左右 在高速增長的股票來說 其實看到這樣的增長也是非常難得的 現在看到列後高開之後 昨天也沒有跌下來 如果是企穩93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90元這些位置 列後之下之上的話 其實拼多多有機會繼續衝上去 所以大家除了9988、9618之外 拼多多都是大家可以留意的一種股份 暫時來說 因為美股方面 你剛才聽說 對科技大股也有些信心 你自己的深水有哪一隻 現在水平還不錯 還吸引呢? 其實剛才提到Tesla 中長線也比較看好的 看到其實他們的業績也挺不錯 在模擬下跌的情況 沒辦法的 它要減價 在內地方面要減價 美國那邊的增長已經放緩了 主要現在都要靠內地的市場 內地仍然保存一個比較高速的增長 現在的市場率大概都是30-40倍左右 看到它的估計 由高位299-300元回落 之前曾經去到220元這些位置 就有個支持 今天昨晚也上升了大概7%左右 還有它的Cyber Trucks 大家要留意 預訂數目也大慢 只是訂金也收到2億美金 所以在銷售的情況之下 也非常之好 所以我相信Tesla在這些位置 都會有所支持 還有它現在的交付量 已經逐漸提升了 我相信Tesla在未來的日子 仍然會繼續做好 如果大家想中長線買一隻股票 Tesla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Tesla的走勢 如果Tesla也跌回到200-190元 美股也有機會進入熊市的一個職場 所以大家對於Tesla 我覺得不需要太悲觀 仍然是一個高速上升的軌道 不過是減了價 那有沒有辦法 你什麼都會減價 是不是 如果在內地的市場 其他車廠減價 你也要減價 Tesla是一個龍頭股 所以我相信它們的影響性 比較小一點 嗯 美股就是這樣 但是港股有沒有一些 可以令你有信心的股份 待會可以問問你 好 轉去看港股上的表現 簡單講講港股昨天的情況 因為這幾天都有一個反彈 我看到港股 A股做好也帶動著港股 繼續向好 恆指昨天高開130點之後 升幅也看到是擴大了 下午曾經升了453點 高位見過18,583點 恆指收市升了353點 報18,484點 成交易1013億 科治升2.6% 報4,234點 美團和亞里升大約2% 比亞迪業績之後升5% 港交所也升5% 內房股蛋糕中海外升6% 碧桂園急升超過1,2% 碧桂園服務升近1% 看看北水判老 北水繼續撐大市 全日吸支29億1千萬 連續7個交易日錄得淨流入 個股方面 小鵬氣差吸支3億9千萬 中海油和快手分別吸支2億9千萬 和2億4千萬 淨流出方面 中移動和東方欣選分別走支1億8千萬 和1億1千萬 碧桂園走支9千萬 繼續和Kelpen談談港股的情況 港股現在不止外圍向好 當然也有利 但最主要是看內地因素多一點 現在衷警中央會繼續出招舊市 不止之前的三大招 預計很快可能會減息 包括存量房貸利率和定存息 而香港這方面都緊貼著內地步伐 港府都開聲想搞活股市的流動性 你怎麼看 究竟這些突然有一堆利好消息 可不可以繼續推升港股 以及我們應該判斷 現在港股是一個短暫的反彈 還是真的轉好勢頭呢 其實看到內地較早之前 在周末的時候也減了18歲 減了一半 但是其實星期一 升了一分鐘 由高位 其實本來升5%上癡 不過最後也升了1% 大家都比較失望 因為較早之前 就是前幾次 其實每一次都有幾天的一個升幅 在內地來說 不過看到其實 其實我覺得相關的消息 不會這麼快就完結 現在到達到差不多我的目標價 18,800 大概20天移動平均線的水平 內地我覺得會繼續出招去舊市 尤其內地現在的內房 也是在水深火熱之中 仍然都是很多大型的民企 暫時對於無論在債息上面 都好像有點壓力 甚至有些是還不到錢 已經是違約了 所以我相信內地減息去舊一舊的市 也是非常之正常的 但是港股來說 去到差不多現在18,800 再上升的力度 我覺得就不會說認真 暫時來說是很高 因為其實低位也反彈了接近1,000點 還有20天移動平均線 至到100天移動平均線的阻力 我覺得相對來說比較大 大概在19,000點左右 但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貨的話 我覺得大概在18,800 18,900這些位置 所以這些位置可能要逐步逐步去減持 因為上破這些位置都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內地來說 還有很多不同的隱憂 例如人民幣 仍然都是下跌的情況 已經去到 對美元大概去到7.3左右 另一方面 其實有很多數據 為什麼內地要減息 為什麼內地要做這麼多舊錢 因為數據不好 PMI和一些年輕人的就業數據也比較差 之前已經不再公佈了 年輕人的就業數據 PMI和PPI的數據也比市場預期差 所以其實都要透過一個減息 救援經濟 因為你知道現在內銷不行 很多內銷股都是做得比較差 當然要靠外銷 外銷有什麼辦法呢 當然要減回率 使多些人去買一些內地的貨品 所以在相對的情況之下 內地有機會在未來維持一個 就是那個匯率是比較弱勢的情況 所以對於就算是內地的股市 以及港股 我都在前景上 在下半年 由現在9月 9月到10月這段時間 我都不會說非常樂觀 最多都是看回年底 可能是二萬點都算是有所交代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建議大家都是減持一下手上的股票 因為阻力都是大的 你上回上去 其實很大機會都會股份下來 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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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在導致的方法 在那邊 因為 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 有什麼 會有什麼 在那裡 有什麼